另外在旭海观音笔自然保护区的阿朗伊古道 是台湾少有还保存自然环境风貌的海岸线 而为了要保持古道自然环境的生态 屏东线和台东线每年固定各自办理一次浸滩活动 就是希望借由浸滩影响更多的民众来珍惜环境和自然资源 保特瓶废弃渔网等人造垃圾散布在海岸边上 这是横跨台东跟屏东的阿朗伊古道北端出口处 包括南田村民环境之工以及古道导览人员等近百位人士 同心合力在沿海岸线减时漂流废弃物 保特瓶保力龙还有渔网的虎镖 保力龙最多保特瓶 希望保特瓶那些不要乱丢垃圾尤其是以往部分 希望垃圾不要带到我们这个所谓的古道里面去 单单于一些海漂的垃圾我也希望说能够呼应说 如果说你能够顺手把它带出来那是最好 带出来把它集中起来交给地方来做分类来做处理 为大家一起来共同维护 不过阿朗伊古道海岸人烟稀少却残留大量垃圾 评论宣布表示主要是洋流造成海漂垃圾堆积 加上交通不便迫使清洁工作只能徒步沿路减虚 我们的解说也每年两次都要来 务必来参加我们的浸滩活动 这些垃圾大家也可以看到 其实上面写的很多都是一些外国的文字 透过洋流又回来影响我们的环境 所以我们还是要从根本 只靠我们两次去捡其实是不够的 还是要从源头来做处理 阿朗伊古道位在旭海观音笔自然保留区内 是台湾目前少有保存原始自然风貌的海岸 而台东跟屏东至少每年主办一次浸滩活动 希望维护古道自然环境风貌 就讲解大人相报道